本田在中國市場困在品牌的巔峰下不來的困局 但是三嶺的問題是怎樣呢 不可以說品牌的巔峰 它是困在自己滑的洞裡出不來 它是困在自己滑的洞裡出不來的 這真是令人唏噓的問題 曾經何時三嶺絕對 對一個響當當的牌子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自己弄壞了自己 這些是怪不到人的 你說壞有幾種原因 要不就是產品力的衰敗 不行 這個原因我覺得也說不上 因為其實哪怕到現時為止 所有三嶺既有的車主 都對他們的車型是滿意的 不會說對哪一輛特別出大問題 都不會的 其實品牌未遇到 一直都不會太差 它為什麼會搞到自己這樣呢 除了自己作死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原因 好了 身邊這輛易哥 他希望靠這輛車去翻身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呢 其實在現時為止 三嶺牌子 亦都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 可能就只有它 因為喬車 官方說 我不會再在這方面發力 我以後的發力 可能就會在SUV上面 SUV方面的旗艦車型 Pajero 我又不會有一個更新計劃 所以你真的永遠不知道 他在想什麼 就是傻的法國人 好了 現在這輛易哥 跟他現時賣的Outlander相比 可能他還有品牌方面 不是 產品方面的優勢 因為是全球同步的產品 在歐洲市場方面 美國市場方面 都是看到他 是作為一個三嶺品牌的主力車型 在賣的 好了 引入到我們中國市場 它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先看回它要面臨一些什麼競爭 日系方面 CHA 賓治 銷客 這些就是幾板斧 一個最重要的本土對手 然後最大一個面臨的 它是國產品牌 要圍著它 可以那天吊打 所有國產車 我都不知道怎麼數 起碼有十款 包括高端的 有領客03 這些車 往下低的話 更加之多 無窮無盡的 它靠什麼突圍呢 靠品牌 我覺得是蠻蠻蠻蠻蠻 靠技術 可能會是它現在想到的 唯一一個法寶 第一個 它是什麼技術呢 SAWC 這套系統 可以說是同級入面 客觀地說 應該是技術銀量最高的 一套四驅系統 它是可以做一個主動的 前後左右的動力分配 分得多少 和實際多少的效果 會有賽道方面的試駕 大家可以去看看 YP做了的 你可以看看它怎麼說 但實質上 我們客觀去看這套 四驅系統的確 和更加多的被動四驅 或者傻子四驅 去相比 它會多了一些智能方面的 一些技術亮點 我覺得都是OK的 第二個 可能是同級入面 比較強的一個機器 1.5T的一個發動機 這個發動機 從功率或者數據方面去看 我覺得都是滿意的 所以機械方面 也會是三菱對易哥最大的一個自信 當然這堆東西 是離不開價錢的 這部車的價錢和它的技術 是否對等 或者和大家對這部車的預期 是否對等 我等一下再說這個問題 看看其他的設計 不好意思 我想起剛剛我說錯話 不是領克0.3 應該是0.2 它跟0.2才是差不多大小的一個對手 好了 錯了一進這個車廂 你會看這個房子 真的沒有什麼了解 不會說有些特別飆身立異的設計 甚至連樓爭議的設計都沒有 一切都是中規中矩 都是很三菱 它之前那部叫ASX 那部叫勁圓客 跟那部車的設計元素 都是有點相似的 另外一個問題 都是它的軚盆 我記得我之前試哪部車 我說它的器官太大 這部車也有這個問題 這個軚盆很大 跟Outlander是一樣的 直接就放下來了 其他更多方面 有一點我強行找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能它的空間感 或者開揚感 是做得相對不錯的 特別是它的車廂裡面的高度 我覺得都是滿意的 其他真的沒有什麼好說 包括一些用料 裝備配置 在頂配方面 這部是頂配的 我看到這個SAWC的按鈕 其他之外 就跟其他版本一樣 當然配置方面 它要去到第三個配置 才配電子搜索 在低配方面 這個位置 還是一個傳統的拉索搜索 所以你看完這部視頻的時候 你不要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 裡面的東西都挺漂亮 你就去買 當然要去看看配置 高配和低配 可以說兩個世界 看看它的後排空間 重要的 因為這個級數的車 大家去買它 對它的期望很高 年輕人 不單要買它來拍拖 可能家裏方面都要去使用 所以對實用性方面有要求 但是這輛車 坐進來 第一個感覺 它坐電極高 你看厚到不得之可了 同級裏面 可以做到它這麼厚 都不多見 亦都講明 三零的一個死老根 做這些車方面 根本就不懂得取巧 就是用最朴實 最接地氣的方法 來將這部車做了出來 好不好 自己去評價了 空間感和前排一樣 都是做得很高 還有我第二排 坐起來的座電位置 好像有些階梯式的感覺 是比前排坐得更高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現在這個位置 是凸起了 它不是全平的 這一點我覺得是做得不夠的 因為老實說 現在很多車仔都做到全平的 特別對空間這樣 不是很夠的車型方面 做全平是重要的 還有一點 我覺得要批評它 就是天窗 天窗既然是做全景 它做到兩塊式 你想想 如果這個級別 要是這單天窗 做全景的 不會有這樣做 基本上都是一塊過的 我不知為何它這樣做不到 當然說起窗 還有一點 我覺得要讚的 就是它的後邊 它也是外觀設計的唯一亮點 就是它這個微波爐式的後窗設計 它是兩片式的後窗 在我前排或者後排 看它後面 它的視野是非常開闊的 所以它同時也可以做到 揭背車的造型 但是也不影響 我們後排的觀察的視野 實際上開這部車 我想先分享第一個感覺 其實買這些精品 小型SUV的客戶 它有什麼心態呢 它希望自己獲得一個有品質感的東西 或者有設計感的東西 但是開著這部車 不好意思 這兩方面 我都覺得有點險 它太冒實了 冒實到令人覺得有些沉悶 起碼我現在看著這個視野 我不覺得我的生活有進步 這件事是很大的問題的 這部車其實跟以前的三領 給我們的感覺 我覺得都是一模一樣的 跟那輛競圓 基本都是一致的 另一個內飾變得有質感 或者有話題性有兩種辦法 第一個就是用一些很誇張的 很用力的內飾 你看吉利最喜歡做這些 包括領客也是 用一些高科技的設計元素 裝備 甚至是材料 令內飾打出來 第二個呢 哪怕你用便宜的東西 不要緊 我有設計感 用設計 將這些話題去帶出來 CHR就是很好的例子 CHR的內飾 根本就不是高檔的東西 但是它有設計 所以大家會覺得這個內飾 都令人過目不忘 有這樣的感覺 你看它 怕沒有天窗版本 車頂都印著一個零形 好像會走 這些就叫設計 但是這輛車 它用了第三種辦法 亦都是最傻子的辦法 我覺得是替它有些軟色的 因為它的材料是漂亮的 這些硬膠 其實它真的不是硬 它是軟膠 它不是硬膠 但是它做出硬膠的感覺 它用好的材料 但是做出廉價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替它不值 這些可能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我覺得這輛車 首先會讓我們 年輕人 企圖通過設計方面 去獲得對這輛車的認同 可能會比較混水 底盤是好的 一定要承認 這輛車包括在賽道上駕駛 那個車尾 是出乎意料地想肯走 你進彎的時候 車頭肯入 尾又肯走 對現時的家用車來說 是難能可貴的特點 我不知道它的SAWC系統 幫了多少 但是實際上 在賽道方面 它的底盤表現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在賽道方面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覺得 力水可能不會有 太運動車的聯想 但是同樣的問題 來到城市方面 這個1.5T的機器 帳面數字很漂亮 但是它出了一個什麼問題 它低扭弱一點 它需要我的轉軸 許瑪客每一鋪去到2,000-2,500轉 駕駛才能給我反應 我覺得會是個波箱類似 這個CVT的波箱 會是給不到我們很好的低扭感覺 可能大家其實都會用CVT 你的CHR就是為了彌補這件事 它入了一個連動 直接連動的一波 我覺得目的是改善這個問題 但事實性問 這個翼哥 在低扭方面 它的靈敏度是不夠的 哪怕五大馬力的發動機 都給我以前那些大Turbo機器的感覺 要踩 一定要踩 踩下去 甚至在某種情況 我還聽見那個放棄彎道 有一點點聲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耳朵有幻覺幻聽 總之我是聽到有這樣的聲音 那些老闆的Turbo車 我居然在現代車方面去體驗得到 當然在城市路面方面 我亦都體驗不到這個四驅系統 有幾乎五的駕駛 但是在賽道方面 剛才都說了是幫到的 以及在脫困能力方面 如果你選擇這個版本 你是可以滿足這方面的要求 再說說這個底盤 懸掛方面 我覺得會是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它支撐力我覺得是OK的 但是正因為這個支撐力太好的問題 它應付路面的碎震 現在納青路更好 在水泥路面 它傳入車身的震動 很明顯很明顯 是整輛車跳的 少許的震動都跳的 這些其實就是以前的一些 日系車仔的典型特點 但現在的日系車仔都不會 現在的新款的日系車 都會做到比較韌性 和好像一些油化 化光的方法 去緩解這些震動 但是翼哥不會 翼哥的話 它真的很小的震動 它都傳上來 令到車子好像跳著走 這些感覺可能有機會 是影響乘坐舒適性的 另外一個影響乘坐舒適性的方面 就是它的隔音水準 隔音水準是真的一般 開了窗和關了窗 是沒有區別的 上次沒有區別 因為賽道太靜了 但現在的街道 剛才在泥頭車走過的話 我都感覺到它右前輪 因為它軚壓不夠 所以它發出更大的噪聲 這些聲聲的噪聲 那輛車經過我都感覺到 可惜而知 通過這個隔音系統 我可以很忠實地還原了 車外的噪音 噪聲進來 其實都少許糟糕 好像真的有些問題 因為翼哥最大的賣點 是一些藏在深層次的機械方面 會是它的最大賣點 但是更大的問題又來了 你要享受到 哪怕你真是識貨 我就覺得這個SWC系統 真是很厲害 是很香 這個WC真是香 哪怕如此 哪怕我真的很喜歡這部機器 哪怕我對所有的滿意 這部車的ACC主動煞車都有 是的 但你不要忘記 在這輛SXR上面 低配都是標配這個ACC 但這部要去到頂配 頂配才有齊齊 剛才我說的四驅系統 主動煞車 所有東西才會有齊齊 頂配賣多少錢 十八萬五千百 那麼這部 這個價錢買到什麼車 祝你好運 加油